冷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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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 人被封殘葬屆界蔡依林 像這種大張旗鼓宣誓的場面 完全不把警察放在眼裡 你把台灣當成香港的銅鑼灣嗎 還是真的以為自己是陳浩南 這樣高調的作風真的是太白目喔 犯下多起重大刑案 毒品詐欺案的竹聯邦名人會 3月6號晚間 包下台北大直萬豪酒店五樓 洗開85桌 現場至少900人 趁酒一桌要價35000元 估計一場辦散來超過400萬元 當晚門口停滿麥拉倫 藍寶堅密跑車 請來170名七炮辣妹列隊 迎賓鋪有座星光大道的FU喔 我請慢走 謝謝你慢走 日本類有名人天皇 座上的名人騎迪 有妹子服飾 也跟皇上一樣爽歪歪 日本有東萬 台灣也有台灣啊 據了解當天還有6名一人到場 公關團隊負責人劉俊麟發文題集 王耀明 蔡詩雲 許維恩 謝和賢 高爾瑄 賴明偉都來了 讓七炮辣妹瞬間變成小名妹 謝和賢的老婆莉亞透露 公司是接到工作邀約的訊息後 再透過活動公司對接 又事先詢問過該公司的行號 也有上網了解狀況 當天謝和賢演唱了四首歌 此次活動單位有要求 藝人不要離開舞台 還有主桌不方便合照 賴明偉經紀人則回應 受邀去演出被點唱了兩首歌 依錫溫老碑和灌籃高手 而這批一輛巨聲的旗炮辣妹 來自君麟公關服務團隊 但面對媒體態度低調 只在社群平台發文寫道 一次次破了台灣的紀錄 唯有君麟能超越君麟 一直被模仿從未被超越 狂半人及負責人劉君麟 年紀輕輕就成為知名的校女白琴 號稱一天可哭八場 每一場都哭真的 還被稱為殯葬界九令哦 連BBC都曾以台灣 最有名的送葬者介紹他 他的婚喪喜慶公關公司 曾負責諸葛亮的前往婚震 經手過竹聯邦大哥陳其禮 前總統馬英九母親的桑禮 以及藝人阿批伯的告別式 而這次旗袍辣妹的招募資訊 也在網路上曝光 首要條件是163公分以上 3.5小時領3200元 165公分以上加300元 如果全數都以165公分計算的話 光是請旗袍辣妹就要花費約59.5萬元 加上妹頭領有抽佣 粗顧總預算很可能是100萬元